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战机一出现,就会引来众多关注,由此可见歼20战机是多么的让国人期待,歼20战机不仅仅是一款武器,它还肩负着中国空军的伟大使命,说远一点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,因为从歼20开始,中国在武器方面,逐渐赶上世界潮流甚至有所超越,它也标志着中国空军主力战机 第一次有了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机会,歼到20至今是非已经超过6年的时间,6年来每一次看到歼20战机的身影,国人都非常期待它快点服役,那么到底歼20战机是否已经服役了呢? 2016年11月两架歼20参加珠海航展,2017年3月央视报道歼20已经加入中国空军序列,2017年7月3架歼20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式,种种迹象表明歼20已经正式服役了,只不过是空军方面没有正式宣布而已。 不过这种不重要,重要的是歼20是一款真正的五代战机,它得到中国航空界的肯定,否则不会那么快就服役了。 为什么说歼20战机是一款真正的第五代战机呢? 通常来说,评估一架战斗机,是不是属于第五代战机,需要看它是否具备四个指标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4S性能,超音速巡航,超机动性,超信息化和隐身性,歼20战机的隐形性,机动性和信息化是无庸置疑。 对于超音速巡航能力,歼20飞行员用一具歼20进入超音速就是它的天下,证明歼20不缺这种能力。 由于具备4S性能,歼20是一款名副其实的五代战机,有资料表明,目前中国已经量产的歼20有15架,再加上之前的7架原型机,中国已经拥有22架的歼20战机,差不多相当于一个飞行团。 但是仅仅20多架的歼20是不能满足中国的防空需求,因为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还有300多万海洋需要保护,未来中国还会继续生产更多的歼20战机,那么中国未来最终会装备多少架歼20战机呢? 目前美国的F22战机是187架,未来美国还用使用F35,替换掉数量巨大的F15、F16等战机,这些战机大概有2000多架。 如果中国要想抗衡美国的F22和F35,至少需要600到700架歼20战机,但是由于中国还有一定数量的歼副10、歼11、歼16战机可以使用,由此可以推测中国最终会装备400到500架左右的歼20。 中国空军目前已经掌握了飞行黑科技、卖动生产线,所谓卖动生产线就类似于汽车流水线一样,可以批量的组装飞机。 中国在国内已经建造了至少3条生产间20战机的卖动生产线,每条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12架间20战机,3条卖动生产线每年间20战机的数量可以达到36架。 如果要装备400架歼20,大概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,也就是说在2030年之前,中国至少会装备400架歼20,从而对F22、F35形成压倒性优势,获得未来空战的主动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